第十题 在诱图中肥皂是一个常链的分子 常链的部分称为清油端 带有电荷的一端为清水端 当清洁剂溶于水时 清油端可以在洗涤衣物时深入油污之中 将油污团团包围住 清水端则深入水尘 使油污乳化然后悬浮在水里 所以衣物上的油污被清油的一端吸着 再由清水性的一端迁入水中 诱图为肥皂趋势作用的示意图 图中的代号与物质的配对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看到前面已经告诉我们 常链的端为清油端 所以甲是常链 所以甲是清油端 清油端会抓住油 图上面显示常链的甲 抓住了饼 所以饼就是油污 那么乙是我们的清水端 它会抓住水 所以丁就是水 而且事实上我们的清洁剂是溶于水中 所以周围应该都是水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的第十题问我们说 图中的代号与物质的配对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 A甲清油性端 以清水性端 并油污丁水